放我中學是校草嗎 不是啊 我中學就很矮又很胖的啊 是校草啊 我國中時候的校草定義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你要 你要染金髮有刺青然後會抽菸 然後你還有近戰 你還要穿愛迪達外套然後褲子穿超緊 那種牛仔褲 你就校草 我會談一下初戀嗎 我的初戀喔 好啦 我們來談談我的初戀 欸我先問你們 你們對初戀的定義是什麼 成年之後談的第一個戀愛 還是你們的定義是國中的初戀也算 千千小手輕輕小啊 好 好的 那就算國中的吧 我跟你們講講看我國中的初戀 那時候那時候因為手機還不普及 所以 我借我國中的第一個女朋友是國二 國二吧 然後我是寫情書給他們班上的那個 他們班的朋友 然後我說欸你可不可以 塞到他的抽屜裡面 然後他他也用情書 情書回我 然後沒然後然後告白成功啊 我國中交過四個女朋友 然後都有一個月魔咒 就是一個月都分手了 我國中班上同學真的很激發 就是每次只要有學妹啊 或者是我的暧昧對上經過我們班 他們都 欸 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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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把我推出去 對 對對 對 他們還會就是經過我喜歡女生 就幹把我推過去 然後我 我都還要跌倒 我這樣才不會撞到 然後我就 喔 嗨 我就是那個什麼 我這樣跟你們舉例好了 遇到我喜歡的女生啊 假如說你看喔 就我們是假如說 我喜歡的女生在這裡 然後我經過他們就推我 我就 欸 欸 欸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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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我偷偷先白目了 欸 嗨 幹你們不要喊87 我國中就是這樣的 我國中就是這樣教到四個女朋友的 你們現在喊白痴的 喊87的 你們是不是單身 我問 你們是不是單身 呵呵呵呵 到底現在是誰的問題 所以我在講 幹圖琦就是偏激肥宅 你們整天都在那邊講 啊 放我是白痴 放我吃雞 雞小學生在看 啊我COVID的時候 是不是都女生接到 啊 啊 我是不是有交過女朋友 啊 我是不是有被線人跳過 欸 你知道我到國三才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國二有交過 兩個女朋友 欸 國二交三個 國三交一個 然後 我才發現他們全部都是姊妹 我就覺得很尷尬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 幹他們一定有 私下雞巴 他當我很雞巴 你知道嗎 欸 我也知道耶 欸 是不是假的 我也知道耶 欸 你們怎麼知道的 叫 不是 剛才在一起過 然後他 他把一個月都給我分手 如果 我國 有國中有跟我交往 你是因為這個標題 點進來的女生 我先講一個 對不起 我國中是渣娜 我活該被線人跳 我真的活該被線人跳 我活該被 我都照外流 國中真的是 渣爆了 我 我不是騙身體那種 呃 沒有跨過那條 現在大家比較輕輕抱抱這樣 哈哈 輕輕 哈哈哈 我幫你們講完了 不要講了 但是每個感情就只有一個月 然後可能 我同時又跟好幾個人曖昧過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的 我國中真的活該 我現在遇到的所有感情不順 所以都是活該 因為你們知道 我的感情有分兩段 一個是國中 一個是成年之後 因為我成年之後 我就是付出給錢 給出我所有的一切 然後發現他跟別的男生在一起 我好高興的那一個 我說 欸 我把我把我 我把我 我把我上個月的薪水全部都給你了 那 那你要愛我嗎 沒有 我跟親愛的是愛媚 啊 真的 我會繼續愛你呢 請你不要離開我 我看到你在跟那個人曖昧 為什麼你要醉啊 我可以看你手機嗎 這樣我才會覺得 我 你是愛我的 不行啊 我不要 我不要 為什麼 我憑什麼給你看 我看我手機 啊 但是我認真講 感情不要一直 你們要相信女朋友啊 不能一直看他手機 對啊 活該啊 幹真的 我現在遇到的所有感情都是 都是 報應 那是什麼東西啊 沒電我班你哦 最後有團隊 MC機構出來的人 2000多粉絲 牛 欸 剛剛他做完 他做回應影片了 歐陽上書做回應了 來吧 我們來看吧 我們來看吧 2000多粉絲就是這麼牛的嗎 我怎麼不知道 這個就是某平台幾十萬粉絲 超級有名氣 超級牛逼的一個UP主 對我的評價 聽好了 事情發生也有這麼久了 先前面給我的留言 大幅各方面的 我都有看過 你們說這些我 真的無所謂的 當然我接受不了的就是 丟人丟到活外去了 類似於這樣的話 因為我覺得 都市同胞 你沒必要分得這麼輕 不是同不同胞的問題 你不要把影片問題 帶到國際問題 問題就是 你那個根本就不叫做 我在做題材 是 欸我剛剛叫你做了這個影片 我之後都聽到很一樣 我們說一下尊重福祉這兩個大神嗎 我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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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憐了 喔不對 你是那個 欸超級我的是你朋友 OKOK 你先先 他跟尊道歉了 欸他跟尊道歉了 你是不是很早就出來跟尊道歉了 就所以他就說是因為 第一個 我沒有通過 我知道 我幫他翻譯一下 我先幫他翻譯一下 其實我很早之前呢 就應該出來跟尊道歉了 只是 因為 呃 沒有人發現 剛剛做這個賬號的時候 他的一個作品的發佈時間 情緒基本上都是一天或者兩天 所以 他的意思是說 他作品出來一兩天之後 你就馬上再做了一模一樣的 但是為了不要被發現我隔一個月之後再發 就很OK 他和我要拍的視頻 風格 不一樣 而且他讓YUMOR我學不來 其實模仿尊道歉的視頻 我在很早之前就已經拍出來了的 只是發佈的時間不一樣而已 發佈時間不一樣 發佈時間不一樣 不是啊 這沒有什麼發佈時間的問題啊 天啊為什麼 是孤殺小 我今天春頓完這個影片 我一個月之後拍 啊我 我一個月拍完之後 我半年後再發佈 就沒有這問題了嗎 要天最帥 那是人類最原始的 學習方式不就是抄嗎 從你一出生 除了你會自主的吸來 也就是吃來 剩下一些行為 都是在抄你的父母 從人類到賺不去火 到你學會說話 你從來不問原理是什麼 只是看著別人這樣做 你就跟著做了 然後學會了 抄和學學性質是一樣的 只是每個人看來他的角度不一樣而已 對於我來說這就是學習 我也只會講這一次 尊 對不住了 偶像 喔不 胡子 也對不住了 最後感謝那些 沒有跟風 反而逆風而行 一直在鼓勵我的朋友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我不知道怎麼吐槽 你們要我怎麼吐槽 我要從哪開始講 欸我講個認真的啦 我講個認真的啦 歐陽尚書 我可以理解你的初衷是什麼 因為 我自己早期的影片 我也學過海基美 也學過浩浩 學過菜喳 甚至都做得很像 就像是我最早期的影片啊 我直接舉例給你看 我放火 放火這個頻道 我最早最早期的影片 我就是在完全超菜喳的 然後你看這部 夜月那些年我的損友 這一部 這部2013年 接近10年前我拍的影片 我是完全抄襲菜喳的 連這個背景 音調 剪輯方式 真的是我國小 你說小嬰兒 學習西南 那是因為 他們才小嬰兒 而我 我在完全做一模一樣的是 因為我國小 所以 我們都成年人了 你知道我來做這件事的時候 要嘛就兩個解決方式嘛 第一件就是 好好的講 你也不要反駁人 你就是 簡單講尊對不住了 胡子對不住了 然後我的初衷是什麼 我之後 會走出自己的風格 不好意思 或者是第二個方式啊 你這部影片 你就直接完全的 抄襲西蘭的剪輯方式 然後就說 然後再吐槽自己 不是嗎 或者是吐槽西蘭 都可以嘛 這樣子不就 也很好笑 這樣子不是也蠻幽默的 然後也能製造話題 我們看得覺得 幹你好急巴 我怎麼怎麼這麼靠北 對不對 我覺得誠懇點啊 真的誠懇點啊 我可以認同 我真的可以認同 他覺得他有委屈的點 有些東西 你不需要解釋的太多 你知道嗎 就像是 我拿過來舉例啊 我現在你知道裸照被wine的那件事 我有很多想講 包括我現在也有很多想講 但是我的做法是什麼 對不起啊 那個浪費所有資源 對不起啊 那個 我有點沒有管中好我的形象 然後這樣可能會影響到我的一些粉絲 我感到很抱歉 然後我家人啊 那些的 就就 道歉自己吞下去就好啦 我覺得東西真的不用解釋 你要解釋到 不要在這個影片中解釋 你不如用你的行動解釋 像我自己的解釋是什麼 啊 大家吃雞雞 啊 吃雞雞 啊 吃雞雞 欸 我來特技一直吃雞雞 啊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